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 YouTube Channel 时间,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评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就是世界时事都合一的时候 第一则新闻就来自 普京的俄罗斯 看来俄罗斯又玩东西 现在俄罗斯就考虑向国际债券持有人提出 以劳报、欧元、账户是互换的方式 是支付利息的 应对美国的制裁就是用这个方法 不过有市场人士就觉得 这个举动未必可以确保 俄罗斯不会被视为是债务违约 华盛顿上星期就不再延续 做媒体访问时就说 这样啊 我们就准备用劳报向国际债券持有人 支付利息的 那他也都说 财政部现在就咨询债券持有人 那就看看对方的反应 之后再决定是否引入这个相关机制 不过有债券专家就说 俄罗斯大部分的国际债券条款 是没有提到 俄罗斯有权这样做的 因为 这个是之前没有写的 所以 国际债券持有人 可以认为俄罗斯是出现债务违约的了 那说起劳报 其实劳报 估不到 都算是几强势 很多人就觉得 我战争会把劳报压到低低低 最初那时候是会 但现在 是强势货币 反而变成 很难想象俄罗斯深陷战争 但是劳报这个货币 就是全球数一数二 现在的强势货币 今年以来 全世界的货币 兑换美金 多数都是贬值的局面 但是劳报 就逆市 这个好笑 逆势 对美金是升了11% 对照澳战争刚开始 没多久 3月的时候 3月头 劳报的 汇率盘 一度是贬值到 139.5劳报兑1美元 现在是升到变回 63劳报左右兑1美元 但升了55% 根据劳报 对美金的汇率 这波劳报的升势 在5月24号 已经 来到了 当时 1美元 就只可以换到55.875劳报 这个也创下了2018年2月份以来最高的水平 但是 明明澳战争正在进行 俄罗斯也因为欧美的制裁 有 吃到斧头 但是想不到 现在劳报升得这么厉害 创下四年来的新高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 由于目前劳报受到俄罗斯央行的高度管制 当俄罗斯的企业 和民众 拿着劳报 要兑换成外币时 会有很多限制 等于令到境内的 出售劳报的机会 是封锁了 根据俄罗斯 政府之前的降措施 有什么 就包括要求俄罗斯企业 将80%的外汇 收入 转成劳报 民众在 俄罗斯 换外币 必须要收取 哇 多厉害 30%的手续费 难怪不满 肯定会亏 后来就降到12% 这些都是支撑劳报的原因 直到劳报上涨之后 俄罗斯财政部 才将 企业外汇收入 是 这个 结算劳 用劳报 结算的比率 是变到50% 之前 是80% 另外 由于俄罗斯 手握大量的 天然气和石油出口 所以 我国 亦要求 向 俄罗斯购买天然气 或者石油的国家 先用劳报支付 使得市场上的劳报需求 是大增 就好像芬兰 就是被俄罗斯要求 用劳报支付款行 但是芬兰就拒绝 所以芬兰就被断气 德国 虽然对 是不是用劳报支付 还是 僵持当中的 但是民间 已经有德国的能源公司 完成了 开户了 并且 等官方单位 去 点头授权认可 就用劳报支付 流源价格 另外 欧洲境内的匈牙利 到今时刻为止 都是反对制裁 俄罗斯石油 导致 至今的协议都卡在那里 俄国 一手就令到劳报的 需求增加 另外一手 就是管制 国内出售劳报 令到劳报出现 疫市上升的趋势 和俄国经济表现完全脱钩 但是 我觉得 这样 硬来 最后都可能 是受不了 所以 等一段时间 或许就是 顶一段时间 是 这个就是第一则新闻 第二则新闻 就来自德国 我之前说过 其实全世界的原材料都很缺 德国 工业 领域的材料短缺现象 在今个月会继续落发 一大原因就是 中国是严厉 之前的封控措施 导致国际供应链有所中断 我们看到 德国的经济学家 有一份最新的企业报告 就显示 77.2%的企业 遭遇中间材料和原材料 采购的平颈问题 这份报告就说 上个月 这个数字 是75% 供应链持续受压 中国港口关闭就令到大量的企业 面临更加 租高的局面 当然现在就好了一点 一段时间以来 在 目前德国最重要的 为伙伴中国 包括 最大的 经济中心上海在内 都是因为封控 导致没办法生产或者 延误交货 接受调查的 德国企业就说 大概一半就觉得 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短缺问题 因为中国的封控政策 是 激化的 汽车製造商更加是惨 除了原材料还有晶片 物流链的大规模中断 令到交货肯定是推迟 当然交货持了经济 的复苏也是推迟 2021年 中德商方 的贸易额是达到 2450亿欧元以上 调查也显示 目前 几乎所有关键的德国产业 领域 都是受到材料 平颈的严重影响 其中 机械製造业占 91.5% 受影响最大 电子行业 紧跟其后 汽车行业 就是 89.5% 在化学工业中 受影响的企业 就比较明显 是少一点 不过都有58.7% 我们看到其实 食品製造商的情况 略有缓和 今个月 他们受影响 只是 是63.7% 4月份是76.9% 但是始终的缺民 缺制缺 这个真是没办法 这是第二则新闻 最后则新闻 来自 欧洲 因为乌克兰是一个大粮仓 所以 俄罗斯对乌克兰港口的封锁 令到世界各地 有几千万人口 面临着 饥荒的威胁 欧盟 将想办法 是通过从绿路 是运出几百万吨的粮食 欧洲领导人 更加是扭进录音 希望通过绿路将绿色 运出乌克兰 目前 俄罗斯对乌克兰 港口的封锁 令到世界各地 几千万人面临饥荒 昨日 这个 欧盟委员会 他们有个峰会 就是结束了 他们就会 加大承诺 为了在未来三个月 是密西岛 可以运出几百万粮食的代替路线 并且会帮助乌克兰 腾出 仓库 是存放 收割了的粮食 几十个国家 在依赖 这个 那么大事的国家 乌克兰 当然 它的谷物相当重要 通常 这些粮食 主要是通过乌克兰的 黑海港口 运到世界各地 而现在 这些港口 当然是俄军封锁 还有水雷 普京已经表明了 只要你们西方解除对我们的制裁 就允许 这些运粮船 离开奥德撒港 不可能 不可能 相关的制裁在三月前 在俄罗斯 出兵乌克兰之后实施 几乎方面 需要在未来三个月 出口2000万吨粮食 否则 一部份就会破坏了 因为他们 8月收割后 是没有地方存粮 4月 乌克兰 只是仅仅出口了120万吨 谷物 乌克兰 生产世界 12%的市民 15%的粟米 50%的葵花纸油 欧洲理事会 主席 他说 我们欧洲人将会讨论 如何帮助乌克兰利用 欧盟的基础设施建设 出口农产品的一些具体方法 其实 他们已经邀请了 欧盟其他国家的领导人 是讨论怎样搞的 欧盟曾经在 5月中的时候 宣布一个计划 想着每个月 通过周边国家 从 乌克兰 运出400万吨粮食 其实想着去波兰 那里找出来 但是布鲁塞尔方面 说挑战很巨大 因为 乌克兰和欧盟的 铁路轨距是不同的 所以火车必须是 更换 安装 车轮的底盘才行 或者是换 火车去 带货 即是运货不是带货 欧盟已经向成员国发出 请求 敦促他们提供 进行运转的设备 以及 铁路 的 机车的车辆 还有卡车 司机 还有博船 在乌克兰和波兰 还有匈牙利 罗马尼亚 还有斯托弗克 接让的 8个铁路过境点 每日 都总共可以处理467节 货运车 这些当然是车厢 欧盟运车专员 亚利安 他上星期亦都说 各个家的农业部 已经是 尽快放行 农产品过境 令人惊讶的例子就是 车队 有时会被担五四日甚至十日 是因为缺少 不是因为俄军 是因为缺少一些 过境的证书 希望 之后就简化这些过境手作 欧盟也都敦促各个成员国 提高 边境哨站的检查能力 最好 7日24小时都可以令到这些东西过境 欧盟的外交官就说 货运网络已经很低塞 这样就意味着火车行驶速度会变慢 私营公司不愿意将卡车派到乌克兰 因为买不到保险 你战争的地方买不到保险 怕被俄军轟 博船 就可以沿着多努河 将谷物运到罗马尼亚 然后在 康斯坦拆港 装运 但是 5月头的时候 其实一手 再有7万吨谷物的 软阳运量船 就从 康斯坦拆港启动 不过 这个都是 任务很艰巨的 为了装满这只船 要用 博船和火车 加上是49手和列 一共就是600米长的火车 可以运载大概1900吨的粮食 由六手博船 组成的 这个 拖博船 团队 最多可以载到 18000吨粮食 这个就是谷物从 乌克兰的多鲁河 港口 运输的方式 很多人都认为 欧盟的计划是行不通的 联合国世界 一层粮食 计划处的负责人 就告诉报纸 其实 卡车每个月 只能处理 100万吨的东西 有26个国家 50% 或者更加多的 粮食是来自乌克兰或者俄罗斯的 这些国家包括埃及 黎巴嫩 还有塞内加尔 隔于有4900人 4900万人面临 糧食危机的威胁 现在 亦只可以尽量去做 米歇尔已经邀请塞内加尔总统 还有非洲联盟主席 萨勒 通过视频会议参加 峰会 欧洲委员会 就说 按照俄罗斯对非洲的 宣传 这个 说法 欧盟 要对 糧食价格提升 和 食物短缺负责 因为欧盟实施了制裁 只需你了 不制裁我就没那么大事了 他也可以说如果你 不出兵就没那么大事了 总之很难说得清 除了糧食之外 有个 商品也相当贵 就是这个石油 石油 这个是原油价格 再次升到每桶 120元美金 汽油、柴油 就会上涨 加上 现在俄罗斯的供应 是少了 有些地方是制裁它 所以很多国家的原油价格上涨 原油价格最高的时候星期一 就是120元美金 以上每桶 汽油和柴油等等的原油价格上涨 加上围绕俄罗斯供应的持续担忧 将原油价格推到两个月来的最高点 我们看到 国际基准 布兰德原油 已经是120个半美金 在7月合同 星期二到期前 在上涨了百分之一 其实 就有时间了 而美国基准 西德克萨斯 中质原油 WTI的价格 都是相似的升幅 每桶116美金 原油价格上涨的时候 各大交付中心的精炼产品 汽油的供应相当紧张 而美国等等的很多国家的需求 都是 预计会回升 俄罗斯柴油出口是减少了 就导致市场紧张的局面 甚至 紧张是超过原油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很多西方国家 就是 迴避或者减少使用俄罗斯柴油 但是 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怎么办呢 现在什么差事都那么贵 总之这个普京大帝 你们就说他好像糞了 当然是未了 如果他真的糞了 就算他离开了人世的话 他的接替者都可能 都不是善男信女的 或者怎么那么容易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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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